今天是2月28日 看看外面 黑龙江一春啊 下雪是不耽误开画的 看看这个地方房檐底下 画的稀里哗啦的 但是雪下的好大呀 今天给大家拌一个特殊的小凉菜啊 先准备一点豆皮 很多朋友问 这豆皮到底怎么吃才好吃 我今天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无脑操作 咱们这个豆皮是鲜豆皮啊 表面是一层盐 用于防腐的 把这盐先洗掉它 用清水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之后 放入开水 给它焯烫两分钟 烫豆皮时间 我们把苦具给它清洗一下 苦具我们给它切成长段 放盆里 看看这豆皮啊 割开水这样烫软了啊 就可以吃了 我们把它用清水 再给它清洗一遍啊 头凉 我们也用刀 给它切成长段 放里 这个菜老简单了啊 上超市买一个丁香鱼罐头 9块钱一瓶 你就什么都不用放了 把这小鱼罐头还有这个豆豉 放里一半 那小味就绝了 这么一半就OK了 简不简单 是不是无脑操作 拌好 装盘 简单还好吃 最主要是啥料也不用放 懒人操作 再来上一个蛋黄菊地瓜 经典不衰的辣白菜 最后一个菜 粉丝蒜蓉扇杯肉 玉米出锅 晚饭吃玉米 开饭了 这小晚餐能得满满灯灯啊 这小鱼罐 都不好的 来个玉米 我可以先吃一口菜 我吃半饮了 梁素生这个就老一点 嗯 冰下这个菜 肯定香 小鸣香鱼罐头上有油 对 就啥也不用放 整个是你调和咸淡 咱这个豆瓶上多少 稍微带一点点咸淡 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割 尽量装好 这下来的 嗯 反正 这位来个正经的海鲜 看看咱们的粉丝是吧 烫烫吧 嗯 这是个素菜 然后加上一点鱼 加上一点豆豉 这营养更均衡啊 刚刚的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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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 哎哟 蒜长这味道 就是比平时割那个生蒜就香 炒完哈 这辣白菜既当咸菜又当菜了 那厨嘞 那死厨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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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站起来我不给你开门 完了 外面太冷了 回来吧 不存上桌子 这蛋黄吉利瓜 香甜 女生菜啊 男生就别吃了啊 那我冒充小孩 做小孩那桌能不能吃啊 所以 你连奶那么大呢